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七十吉祥》第六集 紫辉为救谢英时突破禁止 变回女娃式原型浸泡在河堤整夜 反观绿和恢复清醒意识 实在想不通自己为何会把宋祥云推下水 一再向谢英时解释自己并非本意 谢英时倒是没有责怪 忽然好奇是何人救她上岸 陆长空和宋祥云平安回到府里 向她坦白谢英时乃是舅舅收养的一女 而且会尽快处理好彼此间的关系 但是宋祥云担心自己得罪谢英时导致小命不保 李修明因被公共阻拦 救宋祥云不再甘心继续假装孱弱 决定要与陆长空争夺宋祥云 当夜陆长空硬着头皮去见父亲 免不了遭到父亲一通训斥 陆良表示皇帝操办皇家骑射武士 其目的是要给几位皇子挑选武学少妇 本来他就担心陆长空受伤未遇 现在竟然搞得这般狼狈 然而陆长空认为受伤措施良机属于因祸得福 毕竟以陆家现在的地位 执意要拿下少妇必定会惹人猜忌 树大招风恐成自断后路 陆良坚称陆是一门吃胆忠心 纵使皇帝有意要对付陆家 即便他蜷缩在龟壳都无济于事 故而交代陆长空必须全力以赴 冯都卫是李修明安插在二皇子身边的眼线 可目前李修明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需要他去办理 那就是亲自前往一趟文康郊区 准备在高架上动手脚 紧连听闻女二十子辉已经动情 期待他为情所困 上演一出生死别离 命令携风继续盯着子辉 如今谢英时住进陆府 自认为能够进水楼台先得月 并且吩咐绿河继续寻找就是自己的人 感叹世间当真有做好事不留名的品行高洁之人 与此同时 紫辉通过店家得知谢英时已经搬走 顿时欲哭无泪 跑去找宋祥云哭诉 宋祥云知道谢英时住进陆府 心里同样不是滋味 眼下国库空虚 边疆战士紧张 大皇子李修哲和陆良 反对皇帝耗费钱财修善请殿 引得皇帝非常不满 李修文站在皇帝一边 指责陆良想让皇帝久居深宫 视为大不敬 陆良表明陆是满门忠良 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为了天下人 仅陆是一家治安威 换国泰安定 亦是无悔 很快 教场比试如期举行 京城里世家女子纷纷前来观看 世女崔碧看出宋祥云 口是心非 表面看似对陆长空各种厌烦 实则心里非常在意对方 陆长空为避免陆家在这场比试中出尽风头 故意装作射不重把 从而隐藏实力 两旁大臣议论陆长空应是伤了手 难以痊愈 皇帝文言很是得意 承诺以后会给陆长空某个好差 下一秒 高架松动朝旁边倒去 陆长空为救宋祥云连射三发箭 其实力被在场众人看得真切 宋祥云则是下意识扑向陆长空 想要为他遮挡高架 幸好二人安然无恙 如此一来 李修哲认为陆长空临危不惧 力挽狂澜 成功化解交场危机 举荐他为太子少妇 皇帝和李修文自是不愿意 可是在场其他大臣看到李修明使来的眼色 纷纷出言附和 最终陆长空不得不被推向风口浪尖 正是担任少妇一职 皇帝临走前当众夸赞陆长空 话中之意非常明显 听得陆氏父子心中忐忑难安 很快皇帝传来口语 以湘北突发匪患为由戒掉陆家兵权 其意就是让他们有职无权 宋秦文训斥女儿 岂能在皇帝面前胡言乱语 毕竟宋 陆两家是同命相连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陆长空听的心情复杂 暗自发誓绝不能让宋祥云 卷入这场试飞中